大家看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颗 用这个老支条大支条前叉的三角梅 现在已经长得非常不错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有很多话有可能认为 我们是不是要盖给它施肥了 其实这个时候呢 大家千万不要急着给它施肥 虽然说它的这个新芽长出来了 但是根还没长好 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给它修剪 不要给这个新芽过度的消耗营养 我们这个时候给它修剪的目的是 让它营养集中在长根方面 所以呢像这种土长的枝条 新芽太强壮了一定要给它剪掉 不然的话呢 它的根系营养供给不够 很容易导致假活的一种现象 那么接下来我们除了修剪 我们还要适当的给它养根 我们每次浇水 可以用这种强力生根营养液对水给它浇 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它的根系 快速的生长 因为像这种大枝条 如果新根没能快速生长 哪怕是上面长再多的新芽 也容易导致过度的消耗 主干的营养很快就会枯萎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用大枝条 扦插的三角酶 这么容易长新芽 却这么容易死亡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方法 好了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